同學伴入住往這邊 我們先量體溫 然後做酒精消毒 下週一就是大學生的開學日 學生們大包小包 趁著廉價搬進宿舍 入住前還要先量體溫 噴酒精消毒 體溫正常的學生 才能蓋上手章進入宿舍 而且只開放一名親友陪伴 訪客還有登記 那個疫情這樣子爆發 我們這樣入宿起來 其實還蠻擔心 學校可能有人 就是有感染 入宿之前有這樣做檢查 其實還蠻安心的 我幫他在床照邊緣 就是噴那個消毒 其實會蠻擔心的 然後可能就會先跟小朋友講說 自己就是本身要做好 對 然後就是隨時要消毒 然後戴口罩這樣 為了防疫 學校不敢大意 如果有疑似發燒的學生 就無法入住 得先暫時在旁邊休息 校方更是全面消毒公共區域 沙發 門把 就連電話筒都不放過 希望說如果他身體有不舒服的狀況 或是發燒 咳嗽之類的 暫時先不要進出 必要使當然需要送醫 或者是怎麼樣的照顧情形 我們今天都做好準備 現階段我們注意消毒 注意防疫 還有最重要我們注意通風 就怕還沒開學 宿舍就成了防疫破口 造成群聚感染 校方如臨大敵 而對於大學校園內的公共空間 同樣也做好準備 比較密閉的可能用中央空調空間 比如說圖書館 我們就有體溫檢測器 這個紅外線檢測 通風量好了我們就都是提供一個 自我自主的體溫檢測 但是如果有人潮擁擠密閉的呢 我們就做主動式的檢測 有些如果你體溫比較高就不能進去 各大學多位開放校園 而且校區眾多 學生多元不亦掌控 也因此步步為營 做好一切防疫 要學生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一起面對開學這場防疫戰 黃宇星宇 林凱倫 台北報導